為何馬上寫一些男的女女呢 為何可以用廣東話遊識、廣東話遊識 是呀 甚麼國家語言 其實因為他們在教育、學校、民族中 有很多種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他們是馬拉話、語語、普通話和英文 所以他們都認識了四種語言 而且最有趣的是 他們看到你一開口說甚麼語言 他們就可以跟你接觸 立即說回你的語言 那次你和你一開口說的 你的照片當然不是 在香港認識的 在香港認識的 馬來西亞是他的工作 所以今天都希望可以和阿菲說多些關於馬來西亞的事情 因為始終在我Youtube的頻道 其實很多都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而且他們很有趣的 女生說話特別開心 真的嗎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七小妹還沒去過馬來西亞的 那你要叫他們帶你去馬來西亞 對呀 他們很喜歡帶女生去馬來西亞 不喜歡帶女生去馬來西亞 對呀 我老知道的 對呀 但又這樣說 你自己對馬來西亞的印象是怎樣 其實 馬來西亞是一個退休的好地方 事實也是 馬來西亞分開了 大家都知道了 吉隆坡 對呀 檳城 對呀 鹽寶 還有很多不同的散分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 鹽寶 對呀 特別是一個退休的好地方 當然 你說KL就比較繁盛一點 對呀 但是相對來說 其實他們的人和地方都比較大 人也都比較開心一點 所以就算你去到KL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哇 哇很舒服 很害怕 KL是否真的 吉隆坡 對呀 還有新生 其實現在很多 說到樓盤 或者很多人都會提新生這個名字 因為新生其實是在這個 Lagoland Lagoland 其實很近新加坡 村條橋就是新加坡 OK Lagoland 是不是 今天香港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我們玩過那個 對呀 沒錯 玩過Lagoland Lagoland 所以在新生 不用你喜歡它 也有很多女生的Lagoland 對呀 所以又是一個旅遊勝地 大家都很開心 那你自己呢 在香港有沒有見過一些馬來西亞朋友 其實也有 因為其實自己 也有很多不同的國家的人 就是香港 馬來西亞人 其實我在一些鬧事的地方 例如台灣 就是王國 都會聽到一些很微微的廣東話 很微微的廣東話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同一個人可以說很微微的廣東話 沒有很多英文 然後才會說 我覺得很瘋狂的 然後我問一下 其實我是喜歡跟他們接觸 可能跟他們買東西的時候 聊幾句 你哪裡來的 就說馬來西亞 然後我就開始 原來這麼特別 馬來西亞人可以是語言天分高 對呀 然後你也習慣了 語言天分高 就不僅是 東西很好吃 對呀 對呀 但是在香港 我又吃過一間 就是不開廚名 是拔光房的 對呀 對呀 我很喜歡那邊的拉柴 即是馬來西亞的奶柴 他們是用一些 不開拉柴 對呀 所以對我來說 我自己很喜歡吃那邊的東西 對呀 好呀 不要緊 我看到我的朋友說 我先看你 看你受不受到 對呀 應該可以的 在開緊的 對呀 你再找一次 不要緊 對呀 OK 好 聽樣子 好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那些是很甜的 有的 就是拉茶 對拉茶 你會不會覺得拉茶很甜 其實拉茶對我來說 也不會 因為我自己覺得拉茶裡面 比普通的香港奶茶多了一些奶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甜的 也不喜歡的飲品 所以我就覺得OK OK 對呀 我真的會刻意去那邊 就是在某某工房裡去吃東西 還有吃他們的吐司 是 還有叫芥蘭 叫芥蘭 沒錯沒錯 它有不同的 也有鬆 又有些是夾著牛油 哇 真的很棒 很棒 就算是說一個午餐 或者是晚餐 我都可以的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馬來西亞 很多地攤地檔 旁邊有些小檔小檔 他們煮的那些芥蘭多士 是很好吃 超好吃 地檔那些 其實在地檔界 多數有些小排檔 而且他們多數是 街檔比較多 我們經常都叫那些做檔 其實很棒 那些東西又好吃又便宜 還有你所說的拉茶 我覺得他們是用了甜 哦 即是那些 平時我們下糖 砂糖 但是他們我覺得 喝起來像下了連奶